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接點下去就可以直接做收聽的動作囉 那在Youtube這邊我們還是以哲哲新聞的更新為主啦 歡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9點鐘 我們都會在線上做首播 歡迎大家在首播的時候跟我們來做互動 我們都會一起來討論喔 那我們這則新聞要分享的是什麼呢 這次我們來分享的是女浩客即將前景 Disney Plus 導演演員確定 好 很大的一個突破消息啊 我覺得 我覺得 這進展好快喔 上禮拜馬上傳聞 應該是這樣講啦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迪士尼非常的有趣 就是說 呃 我們先把這個女浩客這個新聞先放一邊 好 我們先放在旁邊 就是說 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說他們近期釋出的消息 非常的奇怪 就是在一個第四階段都還不確定的東西都一直丟 那這階段原本都不在原本的檔期上 原本都沒有啊 你看之前 女浩客誰有 沒有啊 你看去年的SCCC 或是 或是第二的山上面 他們在 他們在推這個 呃 這個 這個 非常盛大的那個 第四階段的企劃的時候 那個時間軸啊 時間軸出來的時候 又沒有這些東西 有這些東西沒有啊 對不對 然後 呃 反而 那個時候 第四階段 推出的東西 到現在是難產狀態 所以 他們現在到底在幹什麼 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 嗯 要不是就是 第四階段重新調整 要不然就是第五階段 他們準備 可能在第四階段 一確定 第五階段 馬上就要接著 會接著 因為現在就開始製作的話 對 就可能接著第2、3 應該說 明年的第2、3就馬上試出來 因為說迪斯尼常常會有 就其實有安排好嘛 那現在畢竟是delay了 他們不希望就是說 我們第四階段拍完之後 中間有空窗期啦 他不希望有那個空窗期 那我們現在還在喬第四階段什麼時候開始 那我們趕快加進腳步 快把第五階段的腳本 其實都快點寫一寫 準備計畫好 那等到第四階段開始陸陸續上 所以我們也陸陸續拍 第四階段一結束 我們馬上接第五階段 我們不要休息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損失了一年的時間 對啊 他對迪斯尼來說 畢竟他們從去年的下半年 就開始休息了嘛 對 然後今年 今年沒要重啟 第四年要繼續 漫威要重啟 開始繼續進攻 我們的粉絲核爆的時候 忽然又出現了 以狀況 導致他們現在今年又 稍微又delay 可能今年 有可能會今年棄手了啦 對對對 所以有可能他們 真正開始是明年的事情 所以他們可能會 想要避掉這個空窗期啦 對 所以其實啦 我覺得現在目前為止 就是為什麼檔期 一直都那麼的不確定 我覺得一個蠻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 除了疫情之外啦 我覺得除了疫情之外 就是說 他能不能像之前在第一階段 非常非常的明確 就說我們第一階段要幹什麼 然後在一個階段結束的時候 推什麼樣的 比如說復仇聯盟這種 這種 大集合電影 我覺得他們可能會重新去 檢視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推啦 然後我們的行銷方向應該要怎麼樣啦 然後尤其是他們之前規劃的那個藍圖 一個接一個 這麼緊密的關係 到底之後還要不要這樣繼續搞 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後續我們可以追蹤有關漫威或是迪士尼方向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觀點切入這樣子 好 然後呢 現在我們 我們現在來稍微想一下 就是說 現在現階段接下來 第一個可能會面臨到的就是這個 黑寡婦的定檔嘛 嗯 然後黑寡婦一定檔的話 可能 烈衣酷漢戰士也會相繼的定檔 也會定檔 那烈衣酷漢戰士之前有可能會是 汪達宇幻視 會有可能先登場 對 那汪達宇幻視之後會是什麼 比如說洛基 洛基啊 比如說 鷹眼的部分也有可能 鷹眼嘛 然後還有什麼 電影的部分的話 還有橫竹嘛 然後還有每年年底的蜘蛛人啊 對 然後還有那個 喪氣與十環邦嘛 這這些電影啊 就是他們陸續的確定之後呢 呃 接下來會有什麼 呃 我們看到啊 女浩克 然後或是蟻人山 然後 連鎖的四四 第四集確定什麼時間點 他其實也在第四階段啦 但是 他還沒有確定 他還是很早期的狀況 對 就目前來看的話 還有什麼在以外的呢 我覺得 可能後續就會 透過 我們之前推測的 就是 呃 真不整康 然後來去連結出這個 驚喜四超人啊 X戰警啊 等等這些角色 對 所以後續第五階段 會不會有 這個 呃 呃 女浩克 或是 呃 驚喜公隊3 驚喜女士 驚喜女士 對 然後或是 呃 我們前陣子 我們剛剛提到的X戰警 或是驚喜隊長 驚喜四超人 加入進來這個MCU呢 我覺得是後續 第五階段可以去 後續 他們會陸續的操作 對 我覺得蠻有潛力的 蠻有機會的 因為畢竟他們現在開始 他們現在已經增加很多 我們可能不知道的角色 這之前沒有討論到的東西啊 就連在一般電影裡面都還沒登場 還沒亮相過 因為其實在到漫威影集 前半段電影過 就是 我們早就知道的啊 就是他們早就登場過了啊 我們早就知道 可是現在迪士尼是 加緊腳步的 要把這個宇宙觀 擴大 因為畢竟 介紹新角色出來了 已經退役了一批人了啦 已經有一批退役了 所以他們需要補足這個空缺嘛 對 所以等於他們現在又陸陸續續的找了很多 像金泉女士啊 然後女浩克啊 然後未來可能還有更多角色會陸陸續續的登場 加入這個影集的世界觀裡面 是 所以我們回歸到現在這件事情了 就是說女浩克的影集 前陣子就是有傳聞說他們要製作嘛 對啊 然後也有把那個LOGO給秀出來 對 那可見就是說 他確定應該是會拍 一定會拍啦 那這個禮拜我們要分享的 其實就還蠻確定就是說 他們已經找好了演員跟塔 就是其實劇組都已經卡 就已經喬得差不多 可能就等劇本也開發好 導演跟塔斯的部分 對 那他們現在目前確定有誰呢 目前是 在去年的時候編劇是交由了傑西卡高來 來做直筆編劇 那導演的部分只是 只是參加了就是 加入了曾經導過無詞之徒啊 荒唐分局的凱特庫伊羅 會來指導這部作品 然後呢 演員的部分只是將由塔蒂亞納馬斯蘭尼 來做出演女浩克這個角色 嗯 而且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消息 那這個演員到底是誰呢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不熟悉 對很多人應該都蠻不熟悉這個演員是誰啦 那他到底是誰 這個演員其實他在他曾經 他其實在 就曾經得獎過像是愛美獎劇情 因為最佳女主角 嗯 他的演技方面是說我肯定 可是畢竟 應該說美國影集的部分台灣人對他這是 比較不熟悉 因為台灣人對美國影就是沒有很大的接觸 是 然後加上漫威就是找一些 比較新秀 新秀類型的 加上台灣很少人知道他 然後在此我也同時向各位介紹一下 女浩克這個角色的背景故事 好 因為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 那 為什麼浩克有個女的 蛤他變性嗎 沒有 對之類的 對然後女浩克這個角色 女浩克就是他本名就是珍妮佛 然後這三篇範圍裡面就是 他是布魯斯巴拿的律師表妹 是 然後因為一次就是身體受重傷的一個意外 而接受就是 含有布魯斯就是 加馬射線的血液捐助 然後他身體也因此就是開始產生圖片 然後他就原有跟浩克一樣相同的力量 可以強大變身的力量 但是他與浩克不同的是 他其實在 剛剛得到這個力量的時候 他就可以 更大程度的去控制自己的理智 他不像浩克是需要學習 慢慢的 而是他到他一獲得的時候 他就有很大的能力去控制自己的理智 只要在一般的情況下 他是不會像浩克一樣暴走 他是可以控制自己要不要變形 他不像浩克早期是沒辦法控制自己 只要情緒不穩定就會馬上暴走這樣 對 就是這個角色特別之處 那也蠻好奇 就是畢竟他跟布魯斯巴拿有關係 那代表未來 可能我們會在這個影集裡面 看到布魯斯巴拿登場 對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樣的操作也還蠻聰明的 因為浩克現在的電影版權是在環球手上 他不可能一直拿來 不可能一直用 對就是等於是說 MCU他們現在不能拍自己的獨立浩克的故事 浩克的電影不能拍獨立電影 對那所以 利用虛浩克來做一個緩衝 然後也可以讓這個浩克的IP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我覺得蠻聰明的 很明顯就是迪士尼現在就是在幫每一個 復活者元老找接班者 喔對 對啊其實浩克就找到了虛浩克 鷹眼也找到了 黑瓜富找到電影還沒上而已嘛 然後現在剩 美國隊長也有啦 然後現在剩我們的 我們的鋼鐵人 鋼鐵人其實他的一部分 以漫威電影來說 沒有啦剩那個啦 我們上禮拜才聊的 那個雷神索爾 雷神索爾他要繼續幹啊 其實其實一部分他一找就是 已經索爾馬女雷神要登場了 是啊 他想繼續幹 不得了漫威會不會 他繼續幹下去 也是齁 對阿然後像奴隆斯塔克 我們鋼鐵人的角色 其實他有一部分他的 他還把他的金額傳授給蜘蛛人 對對對 也算他的土地 只是雖然跟漫畫不一樣 但是也象徵的是 他一個傳承的概念 對然後另外啦就是說 SHE HUNK他也可以順便觸及到 最近很夯的女權 女權 女權議題 哇對 那為什麼都女權阿 對那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題外話 因為我覺得啦齁 這是我比較期待看到的 這是我個人的小 小幻想跟小推測 就是說因為SHE HUNK他是律師身份 對 所以他其實在漫畫裡面 有蠻大部分 他會跟夜魔俠合作 WOW DEAR DEVIL 那現在DEAR DEVIL在Netflix 我記得他 我記得那個 他的那個版權是三年左右 對 所以就目前來看我覺得 OK如果 如果他已經宣布說不跟Netflix合作了嘛 那 三年其實也蠻 很快阿 其實也蠻快 已經過了吧 已經過了快一年了吧 應該是說我覺得 就算是現在起算三年好了 對 我覺得也 也蠻順的啦 就是說 第四階段這些電影都 影集都推出來 那已經過三年了 推完都已經三年了 那 其實SHE HUNK先出來 先製造 可能最後螢幕拍到 DFF的事務所 然後大家就 然後 或是在打官司的時候 遇到 對方是 對方是 對方是VODAK 對阿 我覺得這就很酷阿 他可以先做 先讓SHE HUNK先出來 觀眾那時候 我們未來會拍夜魔線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一散發出去之後 就開始拍嘛 那時候三年早就到了 我相信SHE HUNK上下的時候 也是三年之後的事情 那到時候再拍就好啦 而且老實說 也不如從現在開始算 搞不好 這從今天未來 再過一兩年 第二階段就開始運作 所以這是不是也是另類的 讓就是 捍衛者聯盟那一掛 終於要 回來啦 有一個好的解套方式 那我也希望 演員可以回來阿 只能希望演員可以回來 因為 我自己當初啦 就是大家在討論說 那個MCU到底要怎麼樣 跟X戰警合體之類 有了沒的 我自己比較希望的是說 Netflix那些 超級 漫威超級英雄表色 那些本來就屬於漫威的東西 而且他們 確實都在世界觀底下嘛 對啊 底妹也有提到阿 其實或多或少都有提到阿 其實都有提到 所以 其實這件事情到底 呃 什麼時候成真 我 我看到女浩克這個 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 心裡露出了一根曙光 感覺漫威有在考慮把Dare Devil帶回來 對啊 或許現在他們欠合約的問題 就三年內不能動 然後這樣說我覺得 我覺得會看Dare Devil的那個族群 跟MCU的族群到底重合 重合率大概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阿 對 因為Dare Devil其實在劇本裡面 就是在漫畫裡面阿 很有名阿 然後他其實也是也有跟製作人有觀念過 對啊 對啊 其實這些角色他們未來應該說 他們未來現在主打 比如說像是街頭的英雄 嗯 就像漫威一開始第一線主導 都是一些超級英雄 就是美國隊長這種保護國家 對對對 那像蜘蛛人開始出來 草根性角色 對啊 那Dare Devil怎麼可能會少 一定要出來的阿 對啊 而且 而且 你應該這樣講 就是之前不是也有傳聞說 呃 呃 在蜘蛛人第二集裡面 有最後面阿 就是大家如果留下來看的話 就是知道說 其實他的身分被揭露了嘛 大家就會說 喔 他現在要找Dare Devil當他的律師 對 那會不會是先找女浩克當律師 搞不好會提前讓他當律師 之類的阿 搞不好他在製作裡面就會先登場 有可能 然後說 然後可能 那時候他可能或許還不是虛號 對 他可能還沒有 就發生意外 然後可能會需要幫他辯護 然後未來影集就推出來 對 先讓大家知道的 先讓大家喜歡這個角色 然後在未來推克的影集 讓他轉變成虛號 合理 也都合理阿 Dare Devil還不能用我們找另外一個律師來 對 所以 所以大家可以仔細觀察說 如果蜘蛛人三拍 然後也有法庭角色 法庭的 或是應該說劇情 劇情告訴你說他需要所謂的 他需要一個律師 需要一個律師 如果那個律師的名字 是Mordok 或是 珍妮佛蘇生華特斯的話 你大概都知道說法庭的 哇賽 跟你講漫威再次先行的高峰 你就會發現 電影院裡面有人在歡呼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預告一出來就 哇賽 又是一個跟 蜘蛛人第一次登場在漫威一樣的那個 一樣的那個 他剛剛在 就是美國隊長3裡面 蜘蛛人一登場 然後大家看到預告 嗨翻天 我跟你講如果這個操作真的成真 迪士尼在未來 再紅 再紅五年吧 對 很毛 再紅五年喔 我覺得其實蠻猛的 蠻猛的 所以以上就是有關 Shit Hawk 就是女浩克的故事 消息然後 跟一些我們的 推測 未來的方向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因為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人就是 開始討論了 就是說 這個女浩克版本出來之後呢 他到底會怎麼樣去跟MCU做連結啦 或是把之前的一些很麻煩的東西 給合理的 你要說他們要解釋 你要說他們要解釋的東西還太多了 畢竟我們其實很久沒看到漫威了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到底狀況是怎麼樣啦 對 或是呢大家也可以提供你自己的想法 是說你覺得要怎麼樣編 會比較 符合你的期待 都歡迎留言在留言板的地方 我們都會看會不會跟你一起做討論互動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或是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 我們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IG及各大聲音平台囉 那我們下一則新聞 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兩邊 都會提供下一個 發揚 二邊 都會 沒什麽